大家好,我是湘佳伦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修理香嫂的妹妹 也就是我小姨子的电脑 这台是我小姨子 在当时工作时 想要在在职进修求取更高的职位计划 让我听了觉得真的很有目标方向肯上进的人才啊 当下我是二话不说 马上答应帮忙她组装一台文书电脑 来打报告和交作业上网使用 但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真的太年轻又太冲动了 完全打破当电脑工具人 主要原则 绝不帮熟悉的亲友和朋友组装电脑 必定会终身保修到死 因为现在这台电脑已经传承到 我小姨子儿女上大学打报告上网使用中 而坏掉的原因他们告诉我说 在最后一次更新Windows 10系统版本后 重新开机就再也开不了 完全没有反应了 我一听想说这台也用了10年 够本了啦 也请他们到3C电脑卖场 自购一台Intel 13台电脑主机 绝对过他们使用很久 但他们回复我一句话 如果你当过工具人一定都会听过 就帮我修看看嘛 然后我再做决定要不要买新的 唉真的是有完没完啊 我只好又搬回家再检测看看 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开机 也好让他们死心放弃修理 那我们先从外观先看起 这咖机壳是我特别找一个散热比较好 虽然说它只是一台文书电脑 发热量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但为了减少我要常常跑去小姨子家修理的事 我还是坚持选好一点散热机壳 来减少自己的不必要麻烦 但目前看到这前面版的机灰量 应该早也被塞满灰尘 失去它的进气散热功能了 啊完了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看到这机壳上方留下许多放饮料杯的纹路 天啊在最后这一大片水纹 真的很像打翻饮料的样子 看样子这台电脑是凶多吉少不妙哦 再看到背后IO插孔区 也有同样的水纹迹象 大概八九不离时 主机应该是烧掉的机会很大 所以说应该可以不用再看下去了 神仙也难救回啦 哦再看这背板 一大片水纹又生锈那么明显 最好是还能救回来啦 那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打开盖板看看 内部烧的有多凄惨 也好拍照告诉小姨子 主要坏掉不能修的原因 免得又被认为你是故意摆烂 不想修了吧 诶这机壳内部怎么会那么干净无瑕呢 主机板正面完全看不出有零件烧掉的区域 在大漏水区的CPU MOS区域零件也是完好无损 CPU还是当年那颗103年安装的Intel CPU 风扇也不会太脏 比我预期的好太多了 记忆体插槽也是干净插的当时很贵的一条DDR3 4G记忆体 下方扩充槽也是完整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有在升级主系统的2.5寸SSD固态硬碟 它是躲在光碟机下面 应该也没有它的事才对 损坏度应该很低 在最下方传统HDD硬碟也是完整没事 所以说开不了机的主要原因 应该就是这颗用了10年的电源供应器坏掉的机会很大 因为其他地方看起来都很完整没有事 好 那先来插电试一下这颗电源供应器 好 插电 开机 咦 开机一点反应也没有 真的如我小意思讲的 完全没有电 开不了机 而且我也发现这颗电源供应器会一直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只要你耳朵靠近听就会更明显 所以我判定有8成 只要换掉这颗坏掉的电源供应器 就应该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 也刚好在我的库房找到一颗多年买来要安装NAS主机 没用到的一样450W的电源供应器直接换上就好 好 那开始来替换整理吧 嗯 看到这上面保固贴大大写上103年 足足用了10年也算回本了啦 哎呀 这前面板吸尘器处理后都没有改善 哎呀 这前面板吸尘器处理后都没有改善 应该也要丢掉了 哇 这整片材质是海绵做的 那用了那么久 再用水洗应该会破烂不堪无法使用 啊 算了 没救了 直接丢掉省事一点 也顺便来加大进气量也好 好 电源供应器替换完成 接下来是CPU散热膏替换和散热风扇清理 这颗扭扣电池也顺便换一换 不然过一阵子没电无法记录又再来找我修理 现在直接换也比较省事一点 第一题 我手上刚好有两支8G DDR3的库存 现在直接升到20G来减少内显占用和开启多层次的压力 好 全部完成 插电 开机 YES 大成功 CPU风扇一按电源键 马上转动起来开始进入开机程序 也完美啦 这时也能听到主机板发出一转声B 赞啦 表示新装的DDR3两条8G记忆体 也正常使用可以进入系统啦 现在来进入系统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嗯...CPU就是我当时购买的 Intel 4代奔腾G3258 2核2执行序 目前记忆体升级为20Gb没有问题 在目前Windows 10是最新版22H2 看样子是真的在更新后运气很不好 刚好电源供应器的寿命到了开闭老机而已 那你们觉得我还要再烧个机来测试一下吗? 唉...我想算了吧 都用了10年的电脑零件 也不知道等一下一烧会不会又坏了哪些地方 这不是在自找麻烦吗? 那最后在这台电脑主机算是被我拆到问题 简单被我修好了 但在我的心里一点高兴的感觉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下次再看到这台主机修理时 可能已经被传到我小姨子 第三代孙子上学和看YouTube影片使用 这真的是没完没了啊 终身保修何时才能结束啊 所以就藉由这个案例故事来警示大家 如果要做一个电脑工具人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能不接就不要去接 别为了赚一两千元把亲友和朋友的感情都搞坏了 最好这组装电脑是都丢给3CE电脑卖场去处理 这样大家日后也比较好相见 你说是不是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做过组装电脑工具人的心得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也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简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